辛普森一家有多疯狂 不仅在家里冲浪 还养了两条鲨鱼 一家人参观魔术表演 服务生猜中喉沫爱喝啤酒 马基上台配合演出 被放在四扇炸刀上面 随着魔术师手起刀落 他的身体竟变成四只小猴 转瞬间 马基从香蕉里出来 巴特从此迷恋上魔术 突然从天而降一条大鱼 砸坏了汽车 随着画面上升 原来是宇航员丢的 修车费要上万元 父子俩去街头卖一赚钱 可一天下来才赚了六块钱 两人大吵一架 留下巴特独自在风中凌乱 没想到 可怜的他得到路人同情 巴特经打车比侯莫先到家 并吃起了牛排大餐 他们继续到广场行骗 有了魔术的加持 父子俩百事不爽 这时爷爷也加入进来 三人准备盖一票大的 他们骗光了老人们的积蓄 突然侯莫被戴上手铐 原来他早已被警察盯上 可下一秒 警察也是假的 父子俩竟遇到了同行 侯莫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妻子 随便憋了个劫匪的样貌 没想到第二天 门卫威力被抓了起来 所有人到了庭审现场 侯莫后悔自己犯下了错误 原来这一切都是家人策划的 他们希望父子俩能永远不再行骗 注意看 恶魔之子彻底疯了 有时把自己包裹住 扬言要杀了妹妹 甚至会男扮女装跳舞 一周前 学校举办消防演习 演员身上的火越烧越大 消防管道却被接到体育馆 校长正想教训这兔崽子 突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 整所学校陷入到一片汪洋中 侯莫得知有一种听话药 吃完就会变乖变聪明 为了让巴特吃药 侯莫以身失法 吃完整个人浑身抽搐 这药果然管用 连教室外的狗打架都无法影响巴特 他每天用功学习 还能帮别人辅导功课 可没过多久 巴特就疯了 医生解释这是药物的副作用 他不想再吃任何药 看到听话药就疯狂的往嘴里血